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新时间3月12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战法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表示 中共与纳粹德国相比而言 对全世界来说是个更大的威胁 他还称习近平冷酷无情 是美国最大威胁 最难缠对手 蓬佩奥表示 中共领导人是全世界最危险的人 而中共是比纳粹更大的威胁 蓬佩奥在他的回忆录 寸步不让中揭露中共的残酷真相 指出中共领导人是全世界最危险的人 蓬佩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 中国已经不是从前的中国 中共领导人的全球霸权目标 已经显露无遗 而且开始为此努力 蓬佩奥说 过去50年来 中共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窃取美国的工作 中国制造产品 倾销产品 使美国和西方公司 无法与他们竞争 中国是庞大的经济体 中共的导弹系统和太空 网络计划 可能为全世界带来和造成问题 蓬佩奥在川普时期 与金正恩 普京 习近平都曾打过小道 但他直言 习近平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最难缠的对手 习近平知道如何运用权力的杠杆 他也了解中共所面临的挑战 他了解他们的人口挑战 以及所有会让他的政治权力处于危险之中的事情 但是他现在基本上已经宣布成为终身主席 并且有很大的空间去做他打算做的事情 包括将台湾纳入中共的政治版图 蓬佩奥说 他提到 新冠病毒很可能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流出的 中共政府掩盖疫情真相 导致病毒大流行 中共领导层在意识到 该病毒已从实验室泄露这一事实之后所做出的决定 必须引起重视 我们必须要让他们为此做出解释 关于朝鲜 蓬佩奥说 习近平不关心任何人 只想确保他不会被追究责任 所以他混淆隐藏了重要数据 他把一切都销毁了 并使关键人物消失 他想要瞒天过海 当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 他希望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每个国家 都来追究中共的责任 关于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蓬佩奥表示 美国可以做很多事情嚇阻中共犯台 他对拜登政府目前所做的一切表示赞赏 我很高兴他们将派更多的训练人员增加台湾的军备水平 这些都是好事 这两方面我们都应该再做得更多 他说美国也有能力嚇阻习近平 我们只是需要对准目标执行 蓬佩奥说 金正恩的自由度或许比我们想象中要低得多 每一次在我和他见面 或是在他与川普总统举行峰会之前 他都会先和习近平交谈 听取前期指示 每次会后也都会向习近平解报 金正恩甚至有几次在进入坦率交流的时刻 向我非常明确地表示 其实他本人并不担心美国在韩国的驻军 真正担心美国在朝鲜半岛上驻军的其实是习近平 蓬佩奥在书中将中共在新疆的种族灭绝政策 和当年纳粹大屠杀相比较 但他表示两者其实非常不同 中共对全世界而言是比纳粹更大的威胁 蓬佩奥卸任国务卿后 在哈德逊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2022年9月他在哈德逊研究所做了一个特别节目 蓬佩奥夜话 第一期的主题就是 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 蓬佩奥在视频中说 中共领导人和中共政府代表的是中共的利益 而不是中国人民的利益 在中共统治下 中国人没有真正的生命权和私有财产权 中国没有公民社会 相反 他们的政府将人民视为国家的财产 中共撒的最大的谎言是自称它代表中国 代表中华文明 而且我认为中共知道这是一个谎言 如果北京认为它真的代表了中国人民 它就不会花费比国防开支还多的钱 来镇压和监控中国人民 蓬佩奥说 他表示中共其实是一个舶来品 并且致力于一个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意识形态 中共真正关心的是如何保持对中国人民的控制 中共其实是以自己的人民为敌的 去年11月28日 蓬佩奥推出了他演讲的第五集 主题是 美国人民必须永远和仍爱自由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蓬佩奥对美国之音表示 通过他这个节目 已经快把中共领导人逼疯了 因为如果你是习近平 你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就是你的人民知道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所以我想告诉中国人民 美国正在努力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 中共领导层正做的事情是如何伤害了他们 但他也表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信息都被封锁 人们看不到千万全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 每天被强迫灌输的都是中共的宣传 了解真相有一定困难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 本周认识 计划将在加利福尼亚州会晤过境的台湾总统蔡英文 有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透露 新成立的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 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 预计也将前往加州参加会面 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安迪·巴尔 3月9日星期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我预期加拉格尔主席会去 希望首席成员克里·希娜·莫提也会同行 我猜测还会有其他成员 来自肯塔基州的巴尔众议员 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 他同时也是本届国会最新成立的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成员 巴尔说 由于形成冲突的关系 他无法亲自前往加州和蔡英文见面 巴尔去年9月曾参与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斯戴芬尼·莫菲 所率领的国会跨党派代表团访问台湾 期间和蔡英文进行了会谈 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一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蔡英文将和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在加州会面 报道说 蔡英文将于4月初出访中美洲时过近美国 并与麦卡锡在加州他的选区会晤 彭博社第二天报道说 麦卡锡证实他将在美国境内与蔡英文会晤的计划 他还强调 这次会晤并不排除他后续将前往台湾访问的可能性 这与我的旅行计划或者我是否前往台湾完全没有关系 麦卡锡说 中国不能对我说去哪里或什么时间去 星期三《金融时报》再报道 蔡英文3月30日将在纽约出席美国智库举办的活动 发表演说 并获颁该智库行之有年的全球领导力奖 之后前往台湾在中南美洲的邦交国威地 马拉和贝里斯回城将停留加州 过境期间将与麦卡锡会晤 并在加州的里根图书馆发表演讲 有评论说 加拉格尔的会面将加重此次会面的分量 并将在美台联合抗共方面做出更多更有针对性的规划 俄罗斯国内民族不平等严重 英国国防部今日12日指出 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前线死伤极其惨重 但来自俄国不同地区战事的伤亡人数差异甚至 如莫斯科及圣彼得堡的士兵死伤相对轻微 少数族群士兵伤亡最为惨重 英国国防部每日情报公告表示 就人口比例来说 俄军在最富有城市莫斯科及圣彼得堡相对没有什么死伤 尤其是俄国精英家庭子弟 而来自俄国东部许多地区的士兵可能死亡人数众多 以人口比例而言 比来自莫斯科的士兵高出30到40倍 在俄罗斯许多地方 来自少数族群的士兵死伤最多 例如阿斯特拉罕地区伤亡士兵中 约有75%是哈萨克斯坦裔及达达裔 中共尽管高调教育人民实现共产主义 但他们都在国外存了大量金钱 瑞士一向是他们曾经的首选 瑞士银行高管强调了对瑞士自乌克兰入侵以来 对俄罗斯采取强硬路线所带来的商业后果的担忧 现在中共准备打台湾 美国方面宣布一旦交战 将首先披露中共的高官在国外的存款 瑞士银行也称 中国高官和富人客户 对瑞士参与制裁独裁国家的前景感到担忧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 瑞士最大银行的高管们表示 由于瑞士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采取了强硬的制裁措施 富有的中国客户对在该国停放资金变得更加担心 一些瑞士银行表示 他们已经在进行战争游戏 考虑如果与中国的国际关系显出恶化 如何处理后果 以及如何保护和安抚他们最大的中国客户 该报道称 自俄罗斯去年入侵乌克兰以来 瑞士政府与欧盟步调一致地 对俄罗斯和与普京关系密切的俄罗斯富人实施制裁 而最近几周 一些事件使制裁中国的可能性更加接近 包括间谍气球事件和北京可能向莫斯科提供武器 一位驻博尔尼的美国外交官说 他办公室的官员正在密切关注中共在瑞士的财富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